他可以說自己的 他就態度好 默默頭還是狗狗最聽話 柯文哲出席活動 緊跟身邊的 只剩不是藍也不是綠 好朋友之間不用說排協 沒有 我的態度是這樣的 這個我們都是 人家願意來的 我們都節省歡迎 還是要嘴硬白綠回不去 柯文哲成選票毒藥 民進黨議員顏勝冠 明明就在同一場 硬是和柯文哲進場前開流 就是不打算和柯文哲同台 曾經友好的綠綠翻臉 柯文哲也成了藍營手工目標 我們主要的對手還是柯文哲 掌握所有的行政資源 把整個的市政府 都變成他的競選總部 台北市長不應該 沒有氣質 沒有高度 他是候選人在校正 有什麼好理會的 在綠營還推不出人選 試水溫之際 藍綠炮火 唯一描向柯文哲 台灣藍綠要這樣 互相壓迫你知道 這個國家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很平順的往前進 這個也是要整個社會氛圍 特別是民進黨方面 也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一定要把政治搞到這樣 這樣肅殺嗎 柯批成藍綠共同劍拔 除了只能拉第三勢力 撞身勢 還在年輕社群網站 搭上流行時事大高CUSO 2018選戰能吸多少票算多少 記者李孟昌成為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